Hello Winston 你好 志文你好 其實我已經看了很多八卦雜誌 很多腳底排到現在很時尚 好像是一個很流行很新的東西 其實我又不明白了 其實腳底排到是怎樣的 首先我問一問你 你說人體有毒 那是什麼毒 人體主要來說是分兩種毒素 就是外毒和內毒 什麼叫外毒呢 外毒就是譬如我們日常生活接觸裡面 譬如是飲食 呼吸 皮膚的接觸 得來有害身體的物質 就是外毒 內毒就是經過身體裡面 譬如是經過物理作用 或者化學作用 產生到破壞人體正常的生理機能 以及引起病態物質的東西 就叫做內毒 如果中醫來說最簡單 就是由內透發出來的熱毒 其實人體它本身都可以排毒 那為什麼有些人 就是它這些毒 會積聚出來 會積聚出來 會積聚出來的 那這些毒呢 其實人體本身的功能都可以排毒 那是不是有些人 就是因為生活習慣不好 而排不完 現在譬如說 很簡單來說 譬如人正常的排毒渠道有幾個樣 譬如是呼吸 噴氣已經排了一些污足的空氣出來 譬如是大小異變 或者流汗 這些基本上都是基本人的排毒機制 是的 但是人因為城市人 生活壓力大 生活不規律 飲食不足 排便不長 這些都會導致到我們身體的毒素會積聚 是 那理論來說 基本上就是 如果人 普通正常的健康人 人體裡面的酸鹼度 應該是微鹼性的 嗯 那就是如果譬如說 我們因為上述所說的因素的時候 身體裡面的酸鹼度 就會變成酸性 嗯 酸性就會導致到細胞膜 就不會容易排得到毒素 所以就會積聚了下來 就是這樣 那如果人不排毒的話 那有什麼危險 有什麼問題 有沒有什麼危險 現在譬如說 可以這樣說 人越來越說 近這二十多三十年來講 是越來越多人有癌症 這就是肯定的 OK 譬如說 來不來有些人有膽石 腎石 或者很多奇難雜症 例如Chrome disease 中文我不知道 好像是黑羅氏病症 即是腸胃的病症 或者是結腸炎 胃潰瘍等等 基本上都是身體的毒素積聚得多 而衍生出來的病症 如果譬如說 我們不排毒排清楚毒素的時候 我們就會發出這些病 因為我們日常生活 我們每吸一段空氣 每吃一樣東西 基本上 不少不少都有毒素存在 如果我們排毒的 自己自身的排毒機制不好的話 引發到內外 在一起在裏面搞事的時候 你便會生病 當人體身體負荷不到 你的毒素的時候 你便會生病 腳底排到其中的排毒方式 但很神奇 為何用腳浸在水裡 竟然可以排到毒 你給我解釋一下 因為我自己本身不是讀 chemistry 所以我很具體的 theory 我未必能回答你 因為我看了那段文章五、六次 我基本上自己也不太明白 我可以用基本上 大部分百分之九十的人 你不能用 esempio perch上瓶是比較大的嚴重 如果週五正有嚴重 不少人有可能 還能放置 有可能儘管 巴液是一個最好的電解劑 通過兩種液體從毛孔排出來毒素 主要來說這部機器是將身體的酸鹼度調節 噢 這樣啊 事不宜是我們看看相片 好的 相片 看看相片是怎樣的 這個是開始的 是嗎 是 未開機的時候 就是剛剛開始的時候 這個應該是十分鐘或二十分鐘左右 變成黃禁禁了 已經盤水已經開始變色了 是的 一陣子有一幅 這幅極之恐怖的就是有泡又有油漬 這些是自己會出來的 是的 有不同的水 因為我自己開初的時候我自己都不相信 但是我自己上網做了很多調查 而且見得多的時候 因為我們二月底拿回來的機器 到現在我看到幾百盆水 那盆盆水都不一樣的 盆盆水基本上來說 是不一樣的 即是沒有盆水是一樣的 是不同的人 和你不同的身體狀況是出來的水 我一看這盆水 我可以講到你身體基本上的狀況出來的 可否給我解釋 舉幾個例子和你講一下 即是如果是怎樣的盆水是怎樣的呢 有什麼名字 譬如如泡 剛才看的那盆水 最後那盆水是有泡的 泡沫來說 通常是消化系統的問題 問題來說不是一定是很大的問題 而是譬如說 遺氣 我想十個有八個可能都會有遺氣 或者身體惡氣 或者有放屁 這些這樣的遺氣 即是消化系統的氣體出現 你說這件事是不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我覺得不是很嚴重 但我想百分之七十 或者八十的人都有這個問題 有遺氣的人 即是消化系統有這個情況的時候 排出來的水是很多泡的 普遍來說 還有那些泡的顏色 隨著人的身體狀況 也會出不同的顏色 有些人臨巴系統有些問題 會白白的 有些人譬如說 有膽石那類的就會默默一點 默默一點 還有譬如說 有關節有問題 盆水會比較橙一點 譬如說喝酒 或者吃煙的多 盆水甚至乎 我試過聞過 有Alcohol汗 甚至乎有尼古丁味 都聞過 你是不同的人出不同的 所以是很神奇 很神奇的一部機 如果我是說 放台機在這裏 免許自己運作 它會不會有問題 我買這部機的時候 我就做了這個實驗 因為我就怕 會不會是那個東西搞鬼 我們也做了一個實驗 就是如果你不放一隻腳下去 那部機是會變 因為我們是用普通的水流水 我們現在看看它的相片 好嗎 那盆水只這樣 那盆水就會白色 如果是這樣放一部機 它就會變成 淺淺黃色 淺淺黃色 就不會有泡 也不會有油漬在面 這是確定的 OK 因為我做了這個實驗 我不是做一次 我是做了幾次 那我就知道 你自己本身也經歷過 受過這個療程 不如說一下你自己本人 自己的感受 我自己來說 我現在已經進行到 第三期的療程了 每一期的療程 去recommend就是14次一個療程 做完這14次的時候 你休息大概兩個禮拜左右 就是minimum 你可以兩個禮拜 或者四個禮拜 一個月左右 都可以的 你做完這個療程的時候 我發覺 不要說只是我 我普遍現在美容院裡面 這麼多的大部份客 做了六次以上 基本上已經明顯 感覺到三個很明顯的difference 就是覺得年輕了 年輕了的原因就是皮膚好了 皮膚好了 皮膚好了 好黏了 有光澤 還有有彈性 另外就是睡眠質素很好 提高了 你睡得不是說多 但是睡眠質素很好 還有大便是暢通過以前很多 其實幫你 恢復你那個排毒功能 也是 挺好的 真的很神奇 極之神奇 因為這部機器來說 如果你不上網 你不會知道 有這麼多的文章 是關於這部機器 還有你查多些資料的時候 在英國和美國 是非常流行的 好 好多謝你今天 因為時間有問題 我們坐幫到這裡為止 好多謝Winston 你今天幫我們 腳底排隊揭秘 多謝你 好 好 好